詞彥 aut & 曲 李宗盛ere 帶 ayr 為什麼要講四拳麻將 因為一句話講完了 上台容易,下台難 欸,我們打麻將 而且加上四個字 卫生麻将 打卫生麻将 四圈 输赢不论 大家都说 是是是 好好好 君子协定 可是等到四圈打完了 那个苏家绝对不肯放你 赢了就想走啊 有那么好事啊 再来 他不放就不放你 上台容易 下台难 开始很愉快 最后都是吵架的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一个原因而已嘛 你想赢嘛 天底下谁不想赢呢 有谁想输啊 麻将到最后 大家会很讨厌 很厌恶他 最主要就是 每个人都想赢 我到这里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打麻将 你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问你自己 要输多少 而不是问你自己 要赢多少 因为打麻将最主要是出境友谊 要交朋友的 我能够输两百块 我就输两百块 我赢了些朋友 不很好吗 我要赢两百块 所有朋友都跑光了 我问你 为什么你打麻将的时候 很容易找打字 有过吗 过来他们这样 很快就来 就是因为他们常常从你这里赢钱 才会那么快来 如果你每次都赢人家 有没有空 你还没讲完 他就没空 他妈刚说没有空 他心里想 我干脆拿钱去给乞丐算了 我还给你打牌 一个懂得人际关系的人 千万记住我下面这句话 不关紧要的事情 宁可输不要赢 很多人就是死在这里 我问你 你很会下象棋 对不对 然后你的领导 也喜欢下象棋 他就把你找去 哪天到国家 我们下几班棋 这是你千载狼逢的好机会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结束过 然后你就去了 你就要连赢他三盘 以后他会请你来下象棋 除非他是白痴 所以天底下最笨的人 就是跟领导下象棋 居然连赢他三盘 因为这么笨的人 你说那我应该输给他 你连输他三盘 以后也不会叫你来 可见人不能太单纯 赢他 他也不高兴 输他 他觉得没有兴趣 跟你这种人下象棋 有什么兴趣 赢你也不算什么光彩 那不完蛋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 很多人马上想 那很容易啊 有赢有输就好了 我告诉你 你只要赢他一盘 他就是不高兴 不是说有赢有输 不是那么简单 只有一个办法 让他感觉到跟你下象棋很吃力 非常吃力 而到领导关头他就赢你 他就觉得 这个很不简单 怎么会这样 再来再来再来 他每次都找你 你只要赢他一次 你就完了 你常常输他 你也完了 有赢有输 也算了 这个功力不简单 就是说那你要吃我一个纸 不那么简单 居然被你吃掉 你很惊奇 他很高兴 他说你是不是让我 你说我怎么敢烂你呢 下棋不能烂的 实际上你不烂他才怪的 这是高度艺术 打麻将也是一样 你去跟领导打麻将 拼命赢他 那你还有年终奖金吗 他心里想你已经拿掉了啦 人家是巴不得输嘛 可是你输得让他很容易赢 他就知道糟糕了 你大概有什么企图 而且你到外面会乱讲话 说你看 他说不收理不收理 我一打麻将 你都收了 记住 中国人是高度警觉性的民族 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都会去想半天 而最后都是你倒霉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不要打草金蛇 不要打草金蛇 我希望各位在人际关系的 这一个论题里面 你要知道你这边一动 他那边马上知道你要干什么 他马上知道 你骗不了他的 我们会打乱乱 我们会打乱乱 该赢的时候才赢 该输的时候一定要输 完全不是靠技术 而是靠情况 而是看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说 这是游戏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它不是游戏 它是什么 它是出境或者败坏 它两个都可能 所以叫一阴一阳之味道 你处理得好 它就促进了人际关系 你处理得好 它就是败坏人际关系 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己任 客户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时代光滑 我希望各位记住 世界上没有禁止的 一切都是动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越来越亲密 就是越来越疏远 不是越来越好 就是越来越坏 不是越来越信奈 就是越来越不相信 它不会禁止的 我们常常讲 维持线段 维持线段 那是骗自己的 不可能维持线段 你跟你的领导 不是越来越有话讲 就是越来越没有话讲 不是越来越可以谈论失事 就是越来越公事公办 它没有办法固定在哪里 所以人际关系是要经营的 也是要经营的 人际关系跟你经营事业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只要你一段时间不经营 它就冷淡掉了 它就忘记了 尤其今天变动非常快 你看你这个电话 一阵子打电话 找不到人 电话也变了 地址也变了 职业也变了 名片等于零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每年要把你的电话更新一次 所以在元旦的时候 比较有空 把老的电话不拿出来 一个一个打 其实你的目的是看看它 有效没有效 但是你会不会讲说 我打电话给你 是看看你的电话还管用不管用 你讲这话干什么 你说平常我知道你很忙 不敢打扰你 那么现在元旦假期啊 我先问候你 看有什么交代没有 他非常高兴 可是你是查他的电话 对不对 对了就勾 然后操到心里面去 一打 电话已经停用了 甚至告诉你 这个人已经死了 我是他儿子 他把电话给我用 快挂掉 电话部每年要更新 他才有用啊 不然有什么用的 第二个 要把他分区 我深圳有几个朋友 我到了深圳 我不要去拜访他 因为打搅人家 总是给人家添麻烦 但是我不打电话 他将来会怪我 你到了深圳 都不声不响 你还把我当客人 把我当朋友吗 所以我到了深圳 我就把深圳的 这几个朋友 的电话打出来 一个一个打 其实他不再是你的幸运了 一打 关机 留言 那是最好的 我是某某某 我从哪里来 既然来到深圳 我不可能不想到你 所以我一定要看你 只不过很不巧 你正在忙 再见 赶快溜 电话打不通 找人找不在 是老天在帮你忙啊 你知道吗 但是他对你印象非常好 你跟这个朋友值得交 来了以后不会忘记我 很高兴 我们现在都学西方 不一早到不可 登门拜访还不够 要打搅人家 其实没有这个毕业 经常联系 不要互相打搅 我们透过各种方法 加强对方好的印象 使对方心里头 对你越来越有好感 你就是人际关系 最好的人 我们都知道 胡雪原 他是很穷苦出身的 他为什么事业做这么大 就是人际关系 非常好 他告诉他的部署 你要去找当官的 你先找他的眷属 不要去找他本人 因为他本人有机会 对不对 你到办公室去找他 他很尴尬吧 你是谁啊 所以走官场 要先拜会 官夫人 走同行 一开口就说 我给你多少好处 要不然你找他干嘛 我跟你讲 同行大家都很清楚 说这个东西不错 我在那边笑得很好 你这边如果有兴趣 十块 但是你可以赚三块 你要讲 你为什么不讲呢 人家白跟你做工 该讲的话 一句不可少 不该讲的话 一句不可多 就是人际关系 哪里的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左宗堂根本不认识胡雪原 但是左宗堂变成他最大的支持者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左宗堂就问他 你小小一个商人 出手这么大方 你献给我这么多年干什么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左宗堂 你向了很多米给官兵 官兵的领导问你 你干嘛 你个小小的老百姓 你捐这么多粮给政府干嘛 你怎么回答 你会讲实在话 我都不相信 你会讲说我这些米啊 本来是要卖给太平军的 因为我要赚钱啊 不小心被你们截到啊 那我说 我是要送给太平军的 当场就被枪毙了 所以我只有说 是献给官兵的 那既然话讲出来的 假也要讲到底啊 你讲的都是实在话 左宗堂马上推出去 斩 反正斩掉了 胡学院没有啊 胡学院心里好笑 你这样问 叫我怎么回答呢 他再问回答 国家新亡 批夫有责 我只是尽我 一点点心意 作为一个老百姓 本来就应该这样 不得了 不得了啊 你会怎么样 我问你自己 你不要问我 什么时间 讲什么话 什么时间 透过什么样的媒介 对不对 胡学院不打牌的时候 叫人打 赢的算你的 输的算我的 他这样交朋友的 因为他们要打牌 我正好没有空 打 你代表我 赢的 你自己拿走 输的 全看我 又有这个气魄 没有啊 我没有空 你替我打 我告诉你哦 只需云 不许输 那人家谁替你呢 谁敢替你呢 我们今天就是输不起 所以才破坏了 人际关系 再说一遍 因为这句话 是非常关键的 人不赢 最好不要赢 你的人际关系会好 时时刻刻想赢 最后是输的精光 最后一定输的精光 我们一生啊 最可怕的弱点 一句话讲完 怕吃亏 喜欢占小便宜 就这句话而已 破坏人际关系 最大的因素 就是这一点 喜欢占小便宜 一个朋友都没有 很怕吃亏是没有错 但是喜欢占小便宜 是不对的 那大家都想占小便宜的话 那怎么相处啊 没办法相处 可是我们十个八个 都喜欢占小便宜 这是致命伤 我们 我们 透过 上面那个是 装进肚子里面 吃河 下面那个 是 身体在操作的东西 包括什么 包括去划床啊 包括小孩子打弹珠啊 那通通是四圈麻将的范围之类 一个人 要多多学习 参与社交活动 但是绝对不要迷 我们今天 坏就坏在 你一迷进去以后 你就不顾一切了 你就勤捧好 有权没有了 你看一个人会唱歌好不好 有一个人呢 他本来很得他的 领导的赏识 非常有机会的 但是连续几次升官 都没有他的份 他就来问我 陈老师 这怎么回事 明明是我的 怎么升到别人身上去呢 我说你们领导唱歌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们领导歌唱不好 所以每次他唱歌 我都在助唱 拿起一个 我去帮他唱 我说你去玩 人家那个领导唱歌 唱得不好 一般人还没有感觉到 他唱不好 你一出生 他就更不好 他心里想 你不会去小编啊 你在这里干嘛呀 你帮到忙 你害死自己 就是这个哪里也没有 哪里也对 领导说笑话 你能说领导这个笑话 我听七八遍了 你敢这样讲 你听七八遍 领导讲笑话 哪怕你已经滚花烂熟 而且他讲座的 你都要专神 第一次听到一样 啊 批评鼓掌 你就生了吗 你讲到干嘛呢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事情 千万千万记住 要回头想想自己 不要老怪别人 人际关系不好 主要的原因是在自己 不是在别人 天下没有怀才不遇 这回事没有 乾隆皇帝有一次到扬州去钓鱼 他钓了一会儿 很开心 就问啊 你们这里有几种鱼啊 有几种鱼 扬州都是卖盐的商人 那都很喜欢夸口的 启禀皇上 我们这里的鱼少说有几百种 乾隆皇说那就怪了 我怎么钓了半天 都是只有一种呢 那糟糕了 欺君之罪要杀头的 我钓了半天就一种 你说好几百种 你怎么说呢 幸好有一个人说 鸡饼还上 几百种鱼里面 只有一种鱼 敢上你的钩啊 其他鱼下都下好了 怎么上你的钩呢 乾隆皇说 听起来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就没有人死了吗 不然你能怎么样 这些都不是欺骗 这些是尊重的意思 你看我们三十六纪的第一纪 叫做瞒天过海 你好好去想一下 中国人是最讨厌欺骗的人 但是三十六纪的第一纪 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 没有欺骗 谁敢欺骗 我们今天都用西方的标准 来看中国人的事情 越看越乱 我们一定要记住 平常不要主动 去拉人家去参加什么活动 不要 我介绍一下我们中国人的做法 我们中国人是巩固领导中心 领导喜欢打高呼球 大家马上就去练习高呼球 这不用你倡导的 领导喜欢钓鱼 突然间所有人都很喜欢钓鱼 因为中国人眼睛是往上涨的 我们很自然会去揣摩 我们的领导喜欢什么 所以当领导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你根本不用倡导 它很自然就会响应 所有的媒介 正常化 正当化 是非常要紧的 凡是跟色情赌博相关的 绝对不要做 我也建议很多领导 你到了一个营业处 你就跟他讲 这附近 有没有什么地方 晚上可以消遣的 有没有 你看他怎么介绍 他说要唱歌到哪里 要跳舞到哪里 要什么到哪里 你就知道 这个家伙平常 不搞正当事 所以很多年轻人 就上这个当 哪天领导就问他说 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他说别的 我不清楚 玩的 我最内行 你自找死路吧 上面的人 要用这样来测试底下的人 底下的人一定要提高警觉 否则 这群人其实都没有什么牵头 搞总务的人 如果附近的什么 游乐场所你都搞不清楚 你是没有资格搞总务的 但是你都摸清楚以后 自己先陷下去 你也没有资格搞总务 我说得非常清楚 跟客人来往 需不需要 搞些不正当的活动 答案是绝对不需要 因为做生意 你几十条路可以走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是奉劝大家 小心为妙 做生意的人 千万记住 正当性 正常性 你什么都可以 只要超越了这个东西 超越那个限度 最好预先要防备 否则有一天 会吃大鬼 我的结论很简单 喜欢占便宜的人 最容易吃鬼 所有的骗子 都是看准你 喜欢占小便宜 只要你不占小便宜 他下不了手 你就上不了当 凡是上当的人 都是贪小便宜的结果 其实是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没有什么高深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